題目就給我包含代數的份數式 然後要你雙減 我計算跟以前通訓母的份數加減是一樣的 例如二分之一然後再加回3 over 5 因為除兩份和除五份的大小不一樣 所以我們目標就是把2和5變成一樣 想到2就要乘回對方 但不能改變數值所以上下也乘5 然後另一個份數上下也乘2 也一樣沒有改變份數大小 但是就把格式轉換了 然後份母變成一樣的10 就可以放在一起加 1乘5再加回3乘2 今次要做的事也是一樣 n-6和n-7並不一樣 所以n-6要做一樣就乘回n-7 但避免數值改變上下也乘回n-7 同樣道理 n-7要乘的話 你要乘回n-6 另外留意在卷1裡面 就一定要寫這個括號 因為不只是負7乘這個 而是整個數成n-6 當你確保墳墓一樣 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下面依然都是n-6乘回n-7 上面就小心拆穿紅色的部分 就是6n-42 下面留意我們是減一塊 本身份數就是有括號的意思 先處理份子 然後再減這部分 所以留意我們應該預留一個括號 讓它不受外面的符影響 所以裡面就是7n-42 所以應該是6n-42 然後每個項乘負就變成-7n-42 留意到42和-42抵消了 所以答案應該是-n除回n-6n-7 留意在我們選項裡面 沒有一個是-n 所以我們就要把負放在下面 但是你看到它外面也是沒有負 所以我們就要把負乘進去 隨便一個因素裡面 題目也是固定n-6 反而裡面這個 次序就可以不一樣 所以我把負乘進去第二個括號裡面 上面是正n 下面n-6不便 然後負乘進去就會是-n加7 即是7-n 所以答案其實就是這個b